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郑律师 接受我们的视讯专访 郑律师有许多民众在问 在新冠疫情期间 如果房客缴不出房租来的话 房东可以把他们赶走吗 人的法律的话 你要照着那个法律做事 所以给你一个例子 如果你的城市是讲说 我们今天拧欠房租 你不能延期这个时间付 那你要照着你的城市做事 可是县法 其实特别在洛杉矶县 是蛮广的 然后有很多的城市 包括Arcidea 我们是照着我们县的法律做事 这个县的法律做事是什么呢 是讲说在7月30号以前 如果你欠房租 然后是一个疫情的原因 你不行为了这个疫情的原因 被赶走 如果你是一个住在一个房子里面 你是租别人的房子 你有一年的时间 要把这个钱付回来给这个房东 这个不是免房租 这个是延期你的时间 郑律师如果是商业上的房屋出租 有什么不同的规定呢 如果你是九个员工以下 您有一年的时间 可以把这个房租付回来给房东 如果你有十个员工以上 你只有六个月的时间 把这个房租付回来给房东 那我刚刚也讲了 这个也是在商业的案子里面 也是房东不行 因为这样子罚你的钱 继续请教郑律师 在新冠疫情期间 有许多房客会聚缴公共管理费 这会有什么影响呢 很多的房客因为现在要省钱 他们会跟房东讲说 我们每一个月付了750块 一年也是差不多 这7000多块8000块 可是为什么年底的时候 你又要我们付1万块呢 那房东会讲说 因为砍草是多少钱呢 洗玻璃是多少钱呢 警卫是多少钱呢 可是房客会讲说 可是我们在疫情的当中 我们没有看到有警卫啊 我们没有看到人家砍草啊 那房东因为这样子的话 很多的房客现在就站起来说 我们要告 因为以前稍微模例两可 可是现在疫情 百分之百没有这个服务 所以我们要提醒每一个房东 说这个triple net cam charge 会有很多的房客 现在跟你争 那如果今天你的房客 人很多 会变成什么 集体诉讼 集体诉讼是一个 很危险的案子 从一个被告人的角度 另外有房东认为 既然房客不缴房租 大不了就把他们赶走 再找新的房客 你认为这样合适吗 这次的疫情跟以前不一样 如果我们以前房客欠我们钱 我们愿意告 我们愿意很激烈的 把他们推出去 为什么呢 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房客很多 可是这一次的案子 如果你把餐厅踢走了 你有别的餐厅 愿意站进来吗 如果今天你把住宅区的人 你也把他踢走了 你有新的房客吗 现在的房东比房客还多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 提醒每个房东 特别我觉得 要谈判这件事情 然后考虑说 你可不可以保留这个房客 一个月如果减少50% 也是50% 郑律师 最后你还有什么 要提醒房东跟房客 很多的法庭在加州 已经讲说 赶房客的案子 我们不愿意拿了 我们不愿意拿了 只有紧急的状况 州长讲说 这个紧急的状况 停止了以后 加上有的法庭是60天 有的法庭是90天 我们才愿意收理 赶房客的案子 为什么这很重要呢 虽然加州法事讲说 7月30号就今天 7月30号以后 如果房客欠你的钱 你可以开始 合法的赶房客 可是问题是 法庭不收理这个案子了 那紧急的状况 我们什么时候完成 可能是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我们都不知道 那如果说今天的话 州长是讲说 我们10月1号 紧急的状况停止了 加上60天 法庭才愿意 收理你的案子 那可能要到 明年的1月才 2月份才可以 把房客赶走最快 为什么这很重要呢 是因为如果今天房东 很激烈对他的房客 那房客如果跟律师谈 律师跟他讲的 你就耗着 你不要管了 如果你今天的话 以前要付房租 可是你现在 你是当房客 你可以开生意 把全部的钱 放在口袋里面 然后你不用付房租 等到明年1月2月份 那房客也拿到钱了 房东什么都没有拿到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房东的激烈的 这种的行为 其实对房东有打击 不是对房客有打击 谢谢郑律师 接受我们的视讯专访 在这边要提醒 所有的观众 如果在房租上 发生了法律纠纷 一定要咨询 合格专业的律师 才能够确保 自身的利益